与伴侣的相处有些压抑 特别是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冲突 导致你们的婚姻有危机 需要你放松一些 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正在试图掌控它 水星虽然位于摩羯座 但六分金星和海王 说到事业发展会充满了期望和梦想 也会尽量用一些温柔和优雅的词汇 来表达自己对事业的观点 太阳四分木星 在追求信仰追求理想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过度关注细节而产生挫败感 总会觉得在平凡的人生道路上 要实现自我追求 就不得不背负着生活的压力 而月亮和南北交的和谐相位 则又在提醒着我们 如何去面对和协调自己的强项和不擅长的方面 并有效地将两个方面进行整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